各位,這裡有一個人說制裁生效 他說在歐洲每Mega是8萬Wh 即是能量,價錢是多少 他有三個圖片 一個是1月1日的 一個是2月24日 即是俄羅斯發動的特別坑城洞 而且是8月17日 我現在退出去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2022年的1月1日 越深色越貴 1月1日是很冷的 意大利附近 意大利附近 意大利,我認得 深色,其他地方都可以 不夠170多歐元 一個單位 這個單位很大 MegaWh 我們平時說Kilowatt 就是一度電 一個Mega,1千度電 這個就是當日 2022年的2月24日 嘩,應聲而起 西班牙、意大利 深藍色的地方 全部都是2百多 2百多元 1千度 1千度 都貴了 兩個人請一度電 我們平時說一度電 我們平時說一度電 應該是幾個先 這個 這個現在就去到 2022年的8月17日 那 立陶宛 Lateria 那裏就 嘩 多少錢 962.59 嘩 嘩 等等等等 這個圖的單位變了 剛才我們記得第一幅圖 深色的圖是100元左右 現在這裡 最深色的地方是1千元 就算是西班牙都120多元 1千左右 意大利就是 讓我看看 意大利就是523元 法國就是549元 德國呢 德國就是549元 那就是 匈牙利549元 大部份都是549.97元 那有些地方便宜些 保加利亞是225.91元 希臘是225.91元 西班牙最便宜西班牙 120元 6號 芬蘭也300多元 351.3號 所以說 立陶宇就 唉 祝他好運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電費這麼貴 我今天看到一個 陶宇的國民生產總值 除此 每日大約是5200多元 歐元 但現在 一個小時 國家用電費用了4千多元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怎樣生存 有其他東西好看 沒有 還有 我自己又怎樣呢 我今天剛剛收到我們的天然氣單 今次和味 我記得上一次和大家報告的時候 我就兩個月500多元 今次兩個月 將近800元 哇 和味 我聽說 我聽說 聽說 我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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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